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赚明,据给大家播讲苏俄的DH英 我接着来讲大诉反冲的第三次莫斯科审判 上次我们说到在审判席上,被告们就极力的配合公诉人 来确认他们的确想在苏联进行破坏活动 他们向法庭提供了一副关于反对派分子在铁路运输方面进行破坏活动的鲜明的图景 其实不仅在落后国家里,而也在经济高度发达,铁路技术装备十分完善的国家里 那个年代火车失事也是有发生,经常会造成乘客的死伤 当时苏联的情况是这样的,铁路大多数是在沙皇时代建筑的 设备比较陈旧,不得不超负荷运转 交通阻塞这是运输方面的经常发生的现象 而时常发生的列车颠覆是真正的灾祸 之前每次发生车祸之后,内务人员员部都要进行调查 查出一些真的或者假的肇事者,这些人早就被枪毙了 可是现在斯大林却命令内务人员部重新翻出有关这些事故的材料 挑出其中最为严重可怕的,在第三次莫斯科审判案的时候 把他们抛出来,说这是反对派分子进行破坏活动所造成 然而在法庭上向国家交代最可怕的事件,并不是火车失事的 是居民得不到粮食和生活必需品 斯大林知道人民处在经常挨饿的痛苦之中 所以决定利用这个过分敏感的问题来推卸到自己 对经常缺乏最必需的食品所应付的责任 当时泽连斯基就说,他作为所谓的苏联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的领导人 多次制造事端,中断对民众的商品供应 由于他的破坏活动,在消费合作社的店里 人们经常急需的砂糖、食盐和烟全都没有 此外呢,他还说他在商业网中实行了一种不均衡的商品分配原则 结果造成在一些铺子里连最必需的商品都缺货 相反,在另外一些铺子里,剩余的商品却被看作是次品 而被弄得发霉腐烂 最后呢,又是老调重谈 那就干这一切都是为了煽起民众对斯大林制度的不满 但是公诉人维辛斯基觉得这样也不够 他知道斯大林是在等待着更加耸人听闻的揭露 所以维辛斯基就开始逼迫被告 说由于你们的破坏活动 那么黄油的情况又怎么样呢 在苏联1927年以后出生的整整一代的儿童 连黄油的味道都没有传过 从1928年到1935年 苏俄的公民们只能在外宾商店的橱窗里 才见到过黄油 而外宾商店里的一切都不是对苏俄民众出售的 这个商店里的一切都是为了换取黄金和外汇 1935年,当一连实行了6年的卡片供给制 终于取消的时候 在溢价商店里虽然出现了黄油 但是其价格之高 民众是根本不敢问津的 现在维辛斯基要求泽连斯基承认 正是反对派的领导人 而不是别人 让民众不能在自己的饭桌上见到黄油 当时维辛斯基大声的说 黄油的情况怎么样 这才是我所关心的 你刚才讲到了食盐、砂糖等等 讲了你是怎样通过暗中破坏 是商店里没有这些食品的 那么黄油的情况又是如何呢 泽连斯基的回答是 我们在农村不出卖黄油 维辛斯基愤怒地打断他的话说 我不是问你们出卖什么 你们出卖的首先是祖国 但是在出卖黄油方面 你知道的具体情况是什么样子 很显然 维辛斯基并没有和被告泽连斯基商量好 所以泽连斯基并没有猜透 这位公诉人想要的是什么 他只好再一次地说 我已经对你说了 合作社在农村不卖黄油 维辛斯基又打断他的话说 我不是问你们卖什么 你又不是商人 而是阴谋家组织中的一个成员 我再问一遍 关于黄油你知道些什么 可是泽连斯基仍然不了解 维辛斯基的用意是什么 就回答说 我什么也不知道 这个时候 审判长沃尔里希 要求泽连斯基回答实质性的问题 不要再和公诉人顶嘴了 泽连斯基就不再反驳维辛斯基了 他在回答接着提出的问题是确认 反对派的领导人 在造成黄油缺乏方面是有罪过的 甚至当公诉人维辛斯基问他 阴谋分子们是否在黄油里 偷偷扔进了铁钉和玻璃渣的时候 泽连斯基也是点头称事 维辛斯基接着问道 对你们集团的全部罪恶活动 你都负责吗 回答是 我全都负责 对于把铁钉玻璃渣偷偷扔进黄油 以便刺伤我们的人的喉咙和肚子 你也负责吗 我负责 而这些供认呢 也就给维辛斯基他所得出的结论提供了支撑 维辛斯基的结论就是 在我们这样一个富有各种资源的国家里 过去和现在都不可能有缺少任何产品的情况 现在我们清楚了 为什么在我们国家某地区会出现供应上运转不灵的情况 为什么我们国家在具有丰富和充足的食品的情况下 突然之间却没有这个没有那个呢 因为这些叛徒在这方面犯了罪 那么对维辛斯基这个观点最有力的驳斥就是 当这些充当替罪羊的被告被处决之后 苏联民众的生活水平并没有因此而提高 反而进一步下降 之前我们提到过 在第二次莫斯科审判案之后 也就是1937年1月 斯大林一年开始大规模的消灭 和莫斯科审判相关的一切人等 上至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领导人 下到普通的工作人员 大批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被处决之后 位置呢 逐渐被叶若夫从中央机关所带来的人所代替 但这些人缺乏业务工作的经验 而斯大林仍然需要有经验的 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干部们 来为他再组织一次审判 来进行第三次莫斯科审判 审判布哈林 李可夫 克雷斯丁斯基这些人 根据这种考虑 斯大林从他本人认识 而暂时还没有被触动的 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高级领导人里 挑选出了几个人 他们是内务人民委员部 列宁哥勒分局的局长 梁尼德·扎科夫斯基 劳改管理总局局长 马特韦·贝尔曼 和边防部队管理局局长 李哈伊尔·弗里诺夫斯基 此外呢 斯大林还宽恕了 内务人民委员部 莫斯科分局的局长 雷尖斯 斯大林为了表明 对肃反工作人员的恐怖 将不会触及他们个人 还专门授予了这几个人 国家最高级的勋章 此外还任命了 弗里诺夫斯基 扎科夫斯基和贝尔曼 为新的内务人民委员 叶若夫的副手 而伊尔夫呢 当时也下达了相应的命令 在内务人民委员部 专门开展了一个宣传运动 让每一个新来的工作人员 都知道他的这些副手们 对苏俄所建立的功勋 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党的会议上 这三个人由于保持了对中央委员会的忠诚 而备受称赞 可以说发生在这三个人身上的一切 听起来就像神话一般 本来他们三个人 看到他们昔日的同事纷纷被捕的时候 自己拧吓得心惊胆战 每天都是束手无策的 等待着自己末日的来临 结果突然像是有一只神奇的手 把他们从悲观失望的深渊里 给拉了出来 然后又把他们送上了权力的巅峰 斯大林对扎克夫斯基 和弗里诺夫斯基的忠诚 相当的信赖 居然委托他们两个人 去消灭他们昔日的战友 而其中最富有戏剧性的一幕 就是弗里诺夫斯基 毒死了他的老朋友 我们之前多次提到的 内务人民远部的重要领导人 斯鲁茨基 不过到了1938年3月 经过扎克夫斯基 弗里诺夫斯基 以及某种程度上 还有贝尔曼他们三个人的竭尽权力 准备起来的第三次莫斯科审判案 结束的时候 斯大林已经不再需要他们了 而且他们三个人知道的东西太多了 他们知道明人斯基 和雅各大时期的 国家政治保安总局 内务人远远部 过去的很多秘密 知道基洛夫被杀害的真相 知道耶诺基泽 奥尔中尼启泽 发生悲剧的详细的细节 扎克夫斯基和弗里诺夫斯基 还知道斯大林的另外一个重大的秘密 那就是杀害图哈切夫斯基元帅 以及红军其他将领的真正的原因 总之 他们是过于危险的见证人 这种人斯大林 已经不能够像对待其他很多人那样 宣布他们三个人是间谍和叛徒 因为他们三个人经过宣传 已经和内务人远远部 其他领导人不一样了 他们是作为对中央保持了忠诚的 党的忠实的儿子 而在不久之前 才被补充到 内务人远远部的领导班子里来的 所以不能直接的将他们消灭 所以他们三个人呢 全部被调到人民委员会 去担负不同的职务 其中弗里诺夫斯基 被任命为陆海军人民委员 不过之后不久 这三个人也就消失的 无勇无踪了 要知道死在斯大林手中的 老布尔什维克 要比所有在沙皇时代 加起来消灭的革命者 还有多 斯大林所消灭的 不仅是真正的和潜在的对手 而且还有这些对手的拥护者 斯大林为了力求除掉 他所不喜欢的见证人 就把最忠实的 执行他的罪恶指示的那些帮凶们 也都让他们去见了上帝 他把自己找在高加索的时候 就结识的老朋友们都加以杀害 就是因为他们对他的过去 有所了解 斯大林在其漫长而血腥的统治时期 杀掉了不计其数的人 而这其中最令人惊诧的 莫过于他杀害阿威尔·耶诺基泽 耶诺基泽从少年时代起 就是斯大林的最亲密的朋友 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中期 他担任着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这个很高的位置 不过这个时候的耶诺基泽 已经丧失了一个老布尔什维克 所有的特点 多了成为一个典型的 关系十足的人 一天只是陶醉于奢侈的生活 和自己所拥有的赫赫的权势 有熟悉他的人曾经说过 这个时候的耶诺基泽 他唯一感兴趣的事情 就是把自己的生活 和之前的沙皇进行对比 是比过去的沙皇生活得更好 还是暂时不如沙皇 有很多人并不理解 斯大林和耶诺基泽之间 为什么会有如此亲密的友谊 他们两个人在很多方面 是大不相同的 甚至在他们外表上也是如此 耶诺基泽是一个身材高大 头发淡黄 令人喜爱彬彬有礼的男子汉 和斯大林的其他属下不同 耶诺基泽对于向上爬 不太感兴趣 当1926年 斯大林准备让他进入政治局的时候 他说不管怎么样 我还是干我自己的苦差事 你把这个位置留给卡康诺维奇吧 他可是很早就想得到他 斯大林也赞同了耶诺基泽的意见 斯大林知道 对于耶诺基泽 是不需要用小言小会去收买的 对这个长期的密友 他是可以信赖的 耶诺基泽就其本性来说 是一个心机善良 乐于助人的人 所以那些在生活上遭受挫折 想要在他那里寻求帮助的人 一般都能够达到目的 凡是向中央执行委员会 提出减轻处罚的申请 只要递到了耶诺基泽的手里 几乎都能够得到满足 被捕者们的妻子们都知道 耶诺基泽是他们唯一 可以求助的高级官员 事实也的确如此 当他们中的很多人 在吃的方面有困难的时候 耶诺基泽就会用食品来帮助他 当他们或者是他们的子女 有病的时候 耶诺基泽就会给他们派去医生 而这一切斯大林全都知道 可是由于事情是耶诺基泽做的 那么斯大林也就装作不知道 有一件小事情就可以让我们看到 耶诺基泽这个人的性格 1933年的时候 耶诺基泽去奥地利访问 访问期间呢 他经过一个奥地利小镇 当时正赶上农村的吉时日 吉时让非常热闹 当时又有一群哥萨克穿着高加索地区 民族服装在跳舞 那么当他们看到 耶诺基泽所乘坐的高级轿车的时候 就来到他们跟前 跳了一个高加索舞 然后呢 伸出自己的帽子 想要得到奖赏 耶诺基泽掏出钱包 在帽子里放了一张 面额为100先令的纸币 然后呢 给每一个跳舞的哥萨克 同样的一张纸币 当时的100奥地利先令 相当于15美金 这个钱数是不小的 在回来的路上 耶诺基泽的警卫员就对他说 这些人都是过去的白匪哥萨克 耶诺基泽当时的回答说 那有什么关系呢 他们也是人呢 由此可见 耶诺基泽与人为善的这种性格 耶诺基泽没有结果婚 他也没有子女 他把他全部的真诚和温情 都倾注在他周围人的身上 倾注在他自己朋友和书人的孩子们身上 他会购买大量珍贵的礼品 送给这些孩子 像斯大林本人的子女眼里 最可亲可敬的人 并不是他们那个 总是阴沉着脸的父亲 而是耶诺基泽 同时耶诺基泽 也是斯大林妻子的执行朋友 很多时候 当斯大林夫妇发生争吵的时候 耶诺基泽都是中间的调解人 所以可以说 在斯大林周围的人中 只有耶诺基泽的地位 是非常牢固的 可即使是这样 1935年初 耶诺基泽突然失宠了 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呢 我下一集再继续给大家讲 感谢观看